新的一年到来了 全球各地的慈祭职工 都在不同的社区道场 举办岁末祝福 感恩心送走旧的一年 欢喜新迎接新春到来 那么在雪龙地区呢 一连举办了六场的岁末祝福 马来西亚的慈祭人 有一万多人共襄胜举 大家都领到了 来自正业上人的付惠红包 吉隆坡禁司堂举办岁末祝福 三天六个场次 志功入金藏 透过演绎弘扬佛法 那一刻其实大家很感动的 就因为现在人类的贪婪 就觉得让大家就觉得 盲目地追求一些东西 也忘了内心深处的那种爱心 全球慈祭大藏经 回顾过去一年爱的足迹 启发善念 用感恩心迎接新一年 我第一次参加 很多人都很感动 真的很感谢一般志功 有福的人他的任务不在意 就是说你肚子饿为你温法 或者是你受伤还是什么 他是好像一场带着明灯的人 或者带着你斩锁食的人 去唤醒这些有苦难的人 其实他们身上心中是有很多的福 让我们支持的走不要偏差 唯有走菩萨道才不会落入三恶道 上人希望我们要加强愿力 还要有信心 如果没有深切的信心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培养我们的善念 岁目祝福领过来自正言上人的福惠红包 会众透过空中要把祝福送回台湾 点亮新灯千成祝福 约一万三千人形成灯海 祈祷声中 人人祈愿 新一年能 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 天下可以无灾难 待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